講話跟潘老公講話 我聽到啊 一樣是很吵 那為什麼警察來這邊巡邏的 為什麼會吵 他更吵 邻居間爭論不休 分貝越來越大聲 全為了社區內的這個 巡邏箱 每兩個小時 轄區遠景 巡邏遷到 但遠景的機車引擎聲 以及佩戴的無線電 發出的聲響 讓曾信婦人動不違調 認為嚴重影響 她的睡眠 說有警察在這裡巡邏 是很安全的 為什麼要安全 我不要 我要讀書 我現在在念研究所 就這樣子 我要寫入門社什麼社 它影響到我的生活 為什麼會偷竊 本來就是沒有 本來很好過日子 什麼事情都很好過日子的 這樣子 富人反映後 但社區大多數住戶 贊成設置巡邏箱 因此並未移除 曾信婦人認為生活作息 大受影響 今年1月開始 在4號6號19號怒拆警方的巡邏箱 派出所裝了被拆 再裝還是消失 釣魚畫面才發現是富人 將他依竊到罪送辦 檢察官認為他無竊道犯意 不起訴 線上巡邏警力還是要受 勤務中心指揮的派遣 那無線電的話 我們針對這個個案的部分 我們有盡量要求說 無線電盡量調小 巡邏箱設置有相關辦法 不是想設就能設 富人寫論文 嫌警方巡邏太吵 要求拆除 也鬧得左右鄰居撕破裂 記者楊中盛 邵紫陽 新北市報導